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老师跟大家谈谈量子力学 说到量子力学,真的是把老师这种文科生 真的是折磨的死去活来 因为讲到量子力学,就必须去了解关于波利二象性 但是老师仔细的去审问了波利 波利表示跟他没有关系 所以老师又得回去回到原点 去翻译大量的文献 以及去理解波利二象性跟薛定额的猫 量子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能量最小的单位 或是一个基础单位 例如量子实验的波利二象性 就是以光子的投射方式为主 而光是我们目前已知速度最快的能量量体 所以光速是速度的极致 光纤就是传递数据最快的模式 目前国际跟国际之间 国家跟国家之间架设的网路 要铺设的海底电缆 都是以光纤网路为主 可以达到最小的损耗 传输速度最快的方式 而量子首先是一个基础的能量单位 所以他能做的事情也就很单纯 就是以最快的速度 把所有要运算的事情都把它走完 简单来说 我们的电脑首先就是透过数学家 很多很多的数学家 他们所设计出来的公式来做快速的计算 公式写得好 计算速度就会快 例如说什么呢 例如我们算面积就是怎么样 长度乘以宽度 就可以算出面积来了 而不用一寸一寸的慢慢去量 这就是电脑的起源 也就是所谓的图灵机 关于图灵机 也就是第一台电脑的诞生 老师后面有机会再开节目跟大家说明 而量子电脑为什么会比现在的超级电脑强大呢 其实量子电脑即便是中国的九张量子电脑 也无法说可以到实用的地步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人类刚刚掌握了一个最单纯的能量 但是它相对可以揭示世间万物的一个技术 怎么说呢 量子电脑的能量 它目前并不是强在它的硬算公式很厉害 而是它把我们所有要算的信息 都用图法链钢的方式全部都走一遍 例如老师刚刚讲到的 我们算面积是要用公式去算 但是量子电脑是真的把所有结果都跑过一遍 也就是它以光速把所有要算的面积全部走一遍 实打的图法链钢方式 这样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老师换一个方法说 如果我们现在遇到面前有五个选择 每一个选择后面有五个不同的结果 而每五个后面的五个不同的结果 又导致我们有五种不同处理事情的方式 那么这个可以预期的答案就是5的三次方 也就是125种的可能性结果 那么按照豁然率 我们对每一种的结果都有125分之一的得到机会 而这个是用计算的方式 但是量子电脑就是用光速把每一种结果都试过了 量子所给出来的结果 不是说做这件事可能会有这个结果 而是一定会有这种结果 就好像什么了 我们不断的重复过每一天 就是今天过完 明明又回到同样的一个天 不断的重复的过同一天 直到我们把今天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都发生过了 所得到出来的结果 例如什么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例如我们看到了复仇者联盟 对不对 它第四集最后一集 也就是什么终极之战 奇异博士 他不断的重复打灭霸恩赐 来确定他要做什么事情 才有可能打赢灭霸 奇异博士 他对这个战略 不是他思考后做出的选择 而是他把所有的选择都做过了 而达到出一个最好的答案 量子电脑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量子电脑就像敖拜 小孩子才选择 人家敖拜全部都要 也就是说量子他没有选择障碍 因为对量子来说没有选择的意义 全部走过一遍不就好了吗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为什么量子电脑一旦投入实际运作 瞬间就可以瓦解区块链 因为例如比特币 它是一种加密的货币 但是量子电脑不甩你的加密 它可以把所有加密货币 所有的密码排列组合 瞬间用光速给你排出来 哪怕你是上百亿个排列组合 都全部给你算出来 因为在这些上百亿个里面 它排出来之后一定有一个是对的 那么所谓的挖矿 就可能在数秒之间全部给你挖出来 结果比特币瞬间变成一串无意义的数字了 也就是说当量子电脑实用化 老师这个做命理的行业 也几乎没有存在意义了 因为当人手一台量子设备的时候 面对任何选择都可以模拟出来所有的结果 那么选择上就不会有障碍了 而这个发展是在未来是必定会有的结果 因为量子时代必定会到来 而这样的发展也呼应了老师解出来推背图 人类至少我们的中华地区 会进入到由AI管理的时代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的施政措施 以及因任何的突发事件所要做的解决方案 不再需要人类的讨论 因为量子化的AI都已经可以瞬间走完所有的可能 而得到的答案 那么此时人类的不选择 变成了最比选择更有利了 而人类会慢慢的成为AI的宠物 好好养着 偶尔吸血来潮 出现几波像二哈一样的人类 试图反抗 把家看看能不能把它拆掉重来而已 当然了 因为目前我们个地的科学家对量子的掌握 还像幼儿园的孩子 手上拿了倚天剑图同刀 知道这个神兵力气很厉害 但是在应用上面还没有能够完全掌握 但是这个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而讲到量子 就不能不提到两个名词 就是量子纠缠以及观测者效应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所谓的量子纠缠,我们简单的来说 就是当两个量子发生联动的偶合关系后 无论这两个量子后来被拆分的离到多远 这个两个量子都会永远保持了即时性的互动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今天有A跟B两个量子 彼此发生了偶合性的连接关系之后 这种关系一旦建立起来 那么即使把他们两个分隔到数千公里之远 当A量子继续做一个动作的时候 B量子一定会做另外一个动作 就目前的科学观察手段 是没有任何的理论可以解释 为什么他们无论时间跟空间 他们都可以及时产生了一个联动的互动 就连近500年来 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都把它称作为什么 鬼魅般的超具作用 也就是说 时间跟空间在量子面前 是几乎毫无意义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 所谓的观测者效应 科学家发现 当光子透过破例二相性的实验 有人类观测实验过程的 无论是否当场观测 或是远距离观测 光子的运行都会形成一个必然的结果 也就是只要有人看的时候 光子就会产生规律性的 可以预期的一个排列组合的结果 而当完全没有人或生物 去试图观测实验结果的时候 光子在运作的时候 就会产生不可预期的乱数 也就是说 光子会变得跟二哈一样 怎么样 有人在家 他就不拆家 如果家里没有人 二哈就开始随机的去拆家 像这种状况 就是所谓的观测者效应 而最有名的 就是一个科学家所发现出来一个理论 叫什么 薛定二的猫 薛定二的猫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猫 把一只猫跟一个有毒的物质 放在同一个密闭的箱子里面 猫必须做特定的一件事情 这个有毒物质才会泄露出来 如果没做 这个有毒物质就不会泄露出来 那么猫跟有毒物质 被关在这个箱子里面的时候 没有打开的状况之下 请问这只猫是死的还是活的 在以古典的物理学的逻辑而言 没有打开箱子之前 死猫跟活猫是同时存在的 但是死猫跟活猫怎么可能同时存在 它只有死或活 没有同时存在的 但是它又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在我们没有办法观测之前 它们确实是同时存在的 而除了我们刚刚谈到的是比较科学的地方之外 量子纠缠 如果是我们频道的老朋友 有没有想过 这个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量子纠缠 就跟老师常常跟大家说的一句话 是极其类似的 知道是哪一句话吗? 答案就是因果巨石 这句话在老师很多节目中都跟大家谈过 人生在当下做出选择的时候 你的未来就已经同步的产生了 只是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维度所设定的时间 这条锁链所限制的 所以我们必须像看录影带一样 一个一个画格的慢慢的往前走 我们既不能快转 我们也不能倒带 我们跟量子不一样 我们选择了就没有办法改变了 而很多人会抱怨他的什么 抱怨他的记忆不好 或者他的运气不好 或者他的命不好 但是老师还是要从量子的眼光来看 现在的处境是因为你过去造成的 未来的熔景是你现在建立的 老师举一个例子来说 在中国深圳 有一个该说是职业吗 还是一个很特别有类型的一群人 叫做什么 叫做三合大神 也就是在深圳在那边打零工的一般百姓 他们特别的地方是他们居无定所 而且专门做日节薪资的零食工为主 而且他们很常有一个习惯是什么 做一天玩三天 这个是他们的特色 而这些打工子 有些他们甚至没有身份证 应该把身份证给卖了 或是身上背了很多债务 或是他跟原来老家家人还比较少往来 而他们这些人有些没有身份证状况之下 他连离开三合这个地方都有困难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买票 车票在中国是必须要用身份证去买的 所以说 这些人 很多视频组是因为说什么 这是因为深圳的经济不好的一个表象 因为这些人如果有工作 他们就不会当三合大神 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或许是 也或许不是 但是这些三合大神 不是他们生下来就注定成为三合大神 或是他们家的风水不好 或是他的八字很糟 或是他的名字没有能量 而是这些人从小就选择了 将来会成为这一条这种人的道路 有些人不爱念书 有些人懒得工作 有些人着迷电玩 不务正业 甚至有些三合大神 只要他的兜里还有十元 他就不会去做一些脏的累的 甚至是辛苦的工作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人 有一些人他们坚持送快递 尽心尽力的把快递这件事做好 变成他的事业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王蔚 他是顺丰快递的创办人 1970年出生 高中毕业就跑去打工 拼命的在港口帮别人 争取送快递的机会 1993年10年23岁 他创办了顺丰书运 2017年 身家就达到了1750亿人民币 他的身家超越了香港所付李嘉诚 但是同样的也有人送快递 他也不是第一个送快递的人 但是有人送快递也坚持送快递 一个月赚了七八千 甚至一万多元人民币 但是他没有进一步的追求自我成长 有一天送不动快递 他用了还能做什么 王蔚的成功 不是因为他的命好 而是他的选择 让自己每一天都进步一点 今天做的要比昨天好 把客户对于快递的需求服务到更好而已 中国少说也有14亿人 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的人又何其多 但是为什么只有一个马云 为什么只有一个王位 因为他们做出了他们人生的选择 而同样的佛说三千大间世界 我们此时身处的世界 在科学上它是第三维度的一个世界 但实际上又确实又是许多人的小世界 进而构筑成一个大世界 这就是所谓的人跟人之间的纠缠 大家的生命以及人生都不断的纠缠着 甚至像老师怎么样的举个例来说 我们以大名誉来看 这个大名誉它可能数万年前就已经形成了 那么这个形成之后 有一天被一个人挖出来 然后再被某一个人他把他切割了 在某一个人他把他从远在千里之外送到老师手上 然后老师在上面就把他刻上了心经 然后再刻上了六十大名咒 那么有一天这块大名誉可能就出现在某一个贵客手上 也有可能他留传给他的子孙 但是这一些事情都是发生在世尊在某一个地方 像大家宣讲《般若波罗蜜经》的时候 就已经产生了数千年后的种种未来 所以佛说众生者是非众生 这个世界如是法、如是相、如是本末究竟等 对于量子力学来说 整个世界历史恰如荒凉一梦 而我们都是梦中的人 也或许我们也是做梦的人 但是各位朋友 你要构筑的到底是美梦还是噩梦 那么请告诉你自己 你每一天都要为将来的自己做得更多一点 做得更好一点 而为将来的圆满多爱身边的人一点 以及多为他人付出一点 因为在量子力学中 我们的世界从来没有分别过 只是我们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 为什么?因为一为权,权为一 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如是而已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